各位,我就宣告一個叫ORICH ORICH的預設值為0 就是取得到底你要轉換的幣 就是多少錢 然後的話呢 如果GET test裡面 它不等於NUMO的話 不等於NUMO表示有東西 如果說你這邊點ToString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GET test裡面回來是 會用UJET的方式來判斷 如果你這邊的話 假設你要ToString的話 這邊就不能用NUMO 就要什麼呢? 你就要點ECOS ECOS是什麼呢? ECOS空置串 所以這地方的話 就不要再ToString 你就用NUMO好了 如果不等於NUMO的話 表示說它裡面沒填東西 那就直接跳過 就不去執行 所以不會有任何動作 反之的話呢 就取得 有沒有用轉型的方式 丟給它 假設輸入1000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把1000乘上他們 通通丟 用SET test 就好了 所以這個應該 每幾行的程式 應該都寫得出來 那RUN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這邊輸入一個1000 輸入1萬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鍵盤跳開 你會發現這個值就出來了 而且有小數點 那這個裡面的話 基本上 其實這個題目裡面 有限制說不能貼